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两个平民在冲突事件中遇害 死者的尸体过后被当局埋葬在偏远的西北村庄 而目击者和遇难家属指控 印度军队在对峙时将这些遇难平民当作人肉盾牌故意杀害他们 事件真相还有待查明是否能沉冤得血还未得知 但遇难者家属却表示 如今只希望可以尽快安葬情人 我们有没有人有的 我们有人有的 2019年 在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冲突延烧下 印度总理莫迪在同年八月份 废除了克什米尔在宪法上享有的特殊地位 使当地陷入动荡不安 在过去的两年中 印度方面一直指控平民与分离主义分子结盟 同时也不允许数百名死于冲突的平民被家人安葬 而以不标记尸体方式处理尸体 并声称这么做是为了阻止新冠病毒的蔓延 这些动作已激怒了反印度人士及人选组织 他们强烈批评当局侵犯了宗教权力 我饭吃些级的决定 打贝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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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佣